- 現在我們馬上進入比賽 將畫面交給賽蒂主播 其實能夠進入到四小的隊伍其實挺強勁的 非常刺激 每個隊伍都是有備而來的 近年台灣在電競賽場上 旅旅在國際賽事獲得佳績 也帶動國內電競產業的蓬勃發展 桃園市長期推廣電競活動 今年首次舉辦桃園電競嘉年華 除了在現場打造戰地五百坪桃園峽谷 讓大家拍照打卡 同時也舉辦第一次的桃園市長輩電競賽事 這個人家說推動電競 這個要衝一點 不要太貴 那事實上電競比賽已經成為亞奧運的項目 所以這個發展都比想當中快 如果講到電競賽事 那一般來講我們都想到是屬於比較年輕 比較年輕型態的活動 基本上我們是把自己定位在電競活動 那在這個電競活動當中 我們包含了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的桃園市長輩 接下來我們也包含了就是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電競嘉年華 那在這個電競嘉年華當中 我們就是邀請到一些台灣我們比較知名的像硬體廠商 還有包括一些比較年輕的品牌 或周邊廠商來協助 來協助我們這次的嘉年華活動 成功拿下冠軍 也感謝桃園市政府能辦這個比賽 讓我們能用實力證明是自己 那也希望說未來可以有更多這樣的比賽 然後能讓更多人去踏入這個環境 去了解它 活動辦得很好 場地很好 然後請了賽評主持人都蠻優質的 然後獎金也蠻優渥的 那也希望說以後可以未來有很多這種比賽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讓更多人更多的年齡層 那或者更多不一樣的族群可以接觸到電競 那進而了解這個電競到底是些什麼東西 那這一部分的話應該就是我們講的產官學 那官當然就是桃園市電子競技委員會 那產就是剛剛講的有JT 有宏基 還有一些其他的包括中科院等這些企業部分 然後挨注在我們這邊給我們一些支援或者贊助 那學校的話就會從 學校裡面自己辦的一些比賽挑出選出學校的戰隊 然後出去鼓勵他們出去比賽 那當然透過交流 透過跟其他戰隊的一個磨練 來精進我們學生的戰績 我們希望的培養不光是戰隊 因為這是一個產業鏈 所以未來就會有硬體的部分 我們希望電子系能夠在電競的硬體方面強調 那志工系是在賽事的一些後勤規劃上 包括數據的分析 然後資料的收集 讓整個學校在跨戲院的一個產業鏈去結合 希望讓大家看到 一起來參與這些活動 不管是老中青三代一起來參加 讓改變一下大家對於電競這件事情的看法 現在其實完全比照是體育國手 運動選手這種在培養跟訓練 那當然也不會只有選手的部分 當然有教練後勤啊 心理治療啊 物理治療啊 營養師這些專業的人才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參與這個產業 我相信蠻多人一看到 怎麼鍵盤加了個電競 就從五百塊變成了三四千甚至五六千 在這種狀況 那其實我們想要透過這樣子的活動 告訴民眾或者包括廠商 其實我們是有機會可以透過電競這個東西 替我們的很多產業做加值做加分 希望可以協助就是整體經濟 我們擺脫這種唯利的時代 桃園我們很有可能可以成為電競首都 第一個我們有國門 再加上我們桃園的交通也相當發達 我們是相當容易可以舉辦國際賽事 陳如正市長所說的 我們想把它打造成為一個電競首都 那不只是賽事 而且還包括人才的培育 那還甚至還包括可能電競產業鏈的發展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桃園很有 非常非常有機會可以做到的部分 在光彩絢麗的活舞中 2018桃園電競嘉年華也畫下了句點 然而這卻也是桃園邁向電競首都的起點 電競嘉年華的舉辦 成功翻轉電競的傳統既定印象 讓電競產業在桃園發光發熱 也讓未來桃園的電競產業 必定能夠在國際間展露頭角 佔有一席之地